诶 我们今天干的汤了呀 等起排骨汤 浪门热呀 又吃肉 点湿鱼都没的 明天都要这好吃的 哎呀 又吃肉 我哪怎么喜欢吃味果肉 点湿鱼都没 哪儿无头鱼都熟菜没的 这土豆的海椒却在公铁这啥 浪开这一天 哪个以前吃肉吃得下嘛 点湿鱼都没 却着海椒自己上蒸锅 盖上盖子 上去过后蒸5-8分钟 这个我老是炒个回锅肉啊 回锅肉我相信我们的每个粉丝都已经回处了哈 这都不降细胶了 已经到了 把锅盖切开 确实它就直接夹出来 放两个皮袋 皮袋这种我老是放老了 来一把蒜末 葱花 一瓶酱油 再加一瓢盐巴 放点香油 倒一个类似棒处的东西哈 给它捆切啊 倒碎了以后在这里面放一瓢我们的烧焦酱 再继续倒啊 颠倒变高 如果你们平时喜欢自己在屋上弄菜啊 可以试一下我们家的烧焦酱 这是我今天是新鲜发的 酱的要辣度和鲜度 增加了丰富的口感 平常的不管是拿来做个小面啊 拌个凉分凉面啊 拿来炒菜都非常的巴适 嗯 味道刚好是巴适 双盘 这个菜一夹都会下一碗饭哈 嗯 看着我都想吃饭 做这个菜还有一个加红油和小米辣的版本哈 那种更好看 但是呢 我这种更好吃 我老二里都是多吃点瘦肉 吃点排骨的这些哈 少整点那个回锅肉 你先去赶着尝啊 哦 这个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哦 他们不吃呗 哦 把他们够回来 嗯 看来你一个大人还是有点小心啊 有了的 我说一下哈 我们这个皮鸡它是属于高单倍的物质 如果一旦那个表皮摔坏了 都很容易坏 甚至还容易长重重啊 所以夏天如果建议的朋友你们都不要配啊 到了天气冷得的时候 你们再来配这个皮蛋 虽然我巴心不得你们多慢点 但是啊 良心话必须要说哈 我这个我这个人多说点看 主持人一特良心 你吃我们的都不吃啊 好嘛 吃饭了 看着观众朋友们我下期再见啦 拜拜